今集我們玩具TV很榮幸 可以請到Hurken和我們一起分享很多不同的玩具經驗 你好Hurken 你好 知你其實對足球非常有興趣 但想不到原來玩具你都很熱情 你自己之前組的千歲鷹的LEGO 其實組了多久? 千歲鷹其實就... 其實都真的長久了 因為文說只是組的都要20個小時 不像 我想真的組的一個星期 每天都是組的一個下午 但你是有其他地方全部組出來不用收檔 不是組一天然後要再時間 不行 不可以收起來 因為我本來那一段時間去澳洲做Show 剛才那個Show就Postpone了 剛才隔了幾天出來就可以組 全部都是你自己一上一腳 有沒有找外援、朋友、家庭 不行的 那些不可以... 那些不可以... 可以各自拆一副來組 但不可以幾個人一起組 是啊 因為會亂 成功感會被人拿走了嗎? 不是 成功感的問題是因為 這麼多塊 七千多塊 如果有什麼衣櫥不見的 一兩塊就免得賴 哈哈哈哈 也知道你對玩具都有一些熱情 特別在合金的年代 你大約這四個合金 是你很難找得回的 是不是? 找不回的 就是... 實質呢 就是以前小時候很喜歡 因為這些超有金其實都是我那個年代 就是我做小孩子那個年代 我們開始流行的 但是貴東西來的 你們都知道 貴東西 那時候哪有錢買呢 而且小時候未必懂得擁路 我懂得擁路的 不過沒錢而已 哈哈哈哈 我就是不懂 不知道哪有錢 我完全懂擁路 但我只是沒錢而已 是啊 都... 大了 這些其實是... 這些呢 那個年代真的我那時候小時候 當然現在復刻又復刻又復刻又復刻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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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當然就... 就是...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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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說收藏價值的話 如果玩玩具有很多朋友說要怎樣收藏 這些就會有些有盒子 我記得不知道有兩個有盒子 這個很新鮮 因為這一對是一批的 這一對是一批的 這兩個三批是一批的 當然我希望是立刻物量盒子 但是太貴了 無謂喪智 所以天叢龍比較便宜 天叢龍也喜歡的 但是很新鮮 你入了那張照片 其實這個我買超過20年前 也有20年前買的 因為玩了很久 是啊 我有一段時間 我未有小朋友 那時候有一陣子跟忠仔 周圍共玩這些 故意去日本 那些不知什麼 我都不記得在哪裡 總之我去Sankara那些地方找 其實我都比忠哥讀了不少 因為我才會加入玩具這個行列 原來 是 找一下可以有機會來聊一下 是啊 但是這四隻裡面 其實你 什麼令到你特別喜歡它 其實主要是你小時候看了那套家通 你會喜歡的 其實是 其實是不知買了什麼的 我老實實 我現在放在這裡看 我又不覺得特別開心 但是當時買回憶 沒有的時候很幸運 你曾經沒有機會 或者沒有能力去擁有過 當你經濟上有能力去買這個東西的時候 你好像很想追回一些時間 或者買的時候很開心地買到 我家裡也有這些具 都有 有多少倉 有多少倉 大約 差不多 都是這樣做 大約 小約 都有 都試過有一些階段放在家裡 有一個櫃 有些燈很漂亮 對 有滿足感 但是我看一看 就不覺得 你介不介意 你有一個櫃的時候 你當時是單身 還是已經 幾個單身 對 因為很多兄弟 不是單身之後 那季也同時消失了 家家會拿來聽聽聽 對 對 都是幸運的 對 你家裡要放這些東西的時候 這些東西就 怎麼說呢 乾淨 有這邊就有那邊 那你又給一些位置別人買小的東西 聽到了 對 只是家家有求而已 那你講到歌 你之前有首CVPO 你自己的提詞 就知道你對Star Wars都很熟悉 很了解 OK OK 那接下來這一首《龍騷堂》 其實講到那份情懷 你會不會都投資了一些 和玩具的情懷下去 因為都是講那份回憶 我記得我收到這首歌的時候 我在日本做 我和Y在日本賣衣服 之前九月份的演唱會 就收到 阿力聖的《龍騷堂》的展示給我的時候 對 這個歌很好聽 還有 周貴賢是一個 我一直都很想合作的 創造型的歌手 到我聽到周仔這首歌之後 就覺得 這首歌很棒 我會用 究竟寫不寫歌詞呢 他就問我 你寫不寫歌詞呢 我當然寫不到 日本就知道日本有這麼多東西賣 有這麼多東西吃 那怎麼寫到歌詞呢 我就想了兩天之後 其實這首歌呢 開頭的第一句呢 我覺得應該是一件物件來的 或者是一個事情來的 很應該是寫這些 想了兩天之後 那阿力就馬上電話 說 龍騷堂 可以放龍騷堂 我好啊 龍騷堂OK啊 其實這首歌說的就 不是說 我們一定要懷念以前過去的事情 反而是在說活在當下 因為 我是覺得 現在在我們身邊發生著很多事情 若干年之後呢 其實你是會想回的 你是會覺得 對啊 那時候為什麼我沒有好好去珍惜呢 就好像龍騷堂 當然 在很多年之前龍騷堂 未必是一件很大的事情 當然我不是說 現在是一件很大的事 但是 都是一陣情 和一個情懷來的 其實我想說的東西呢 在一首歌裡面就是說 珍惜是現在的事情 每一件事身邊發生的 每一點 每一滴 其實將來呢 你都可以奪回去 都可以奪回去 嗯 那照顧林玉玲填詞 你一直唱的時候 你腦海裡面 會有些什麼特別的情懷 我一點都沒有想起過龍騷堂 哈哈哈哈 其實龍騷堂是一個開頭 其實裡面還有講到 譬如茶餐廳 爸爸買雪糕 其實都是一些 你以前想起的一些 當時 不是 好像覺得是一件很大的事 那些片段 但是 若干年之後呢 尤其我們的年齡 開始懂珍惜的 那你就會想起 現在是 我更加要珍惜 譬如說 以前我爸爸買個雪糕給我吃 那現在應該我爸爸不會買 但是我都會和我爸爸吃飯 那會珍惜這些事 那你買回爸爸吃雪糕 我想他不吃雪糕 哈哈哈哈 那對於玩具來說 我們是玩具TV 還有一些玩具 就是想再度擁有 或者真的很想找回 玩具其實是 我會覺得 我首先會覺得 怎樣去 define 什麼是玩具 就是 這個已經是一個 很抽獎的東西 車啊 路律師啊 對 手錶 對 人都可以是玩具 就是 任何人對於玩具的看法 都不一樣的 是 又可以很便宜 又可以很貴 所以我覺得是 總之一些東西你 就是限來沒有特別的東西做 那你又可以在你能力範圍 可以買得起 而又無雙大雅的 那 亦都不需要理會 旁邊的人覺得這個東西 不不 make sense 尤其是這些 其實很多東西都不 make sense 等於那些女士 你不知道為什麼 經常都很喜歡那隻貓 或者很多當 是啊 那不一定要知道的 那每一個人都有他的 喜歡的東西 那等於譬如有時候 就是有人問 你能收那麼多球衣做什麼 是不是穿的 不知道做什麼 那 人生其實總會有一些東西是 就是那段時間裡面 你好像你用這些東西去記錄下 你當時的那一份 情懷 就是譬如我 我收藏球衣那時候 那時候 那時候比較會現在 那麼 垂手可得的 現在是 只要有 cash 就有 有錢就有球衣 但是現在 以前就很難 等於現在的玩具也是 其實我們都是買回 或者去追回以前那種 的情懷 你問 是不是特別看得到他開心 都開心的 是 是 是 OK 那最後一個問題 我想很多 八蛋們都會放在腦海裡面 就是究竟 玩具再過多十年之後 又會怎樣 就是會不會傳承下去 給那些小女女 還是會怎樣處理呢 不知道 等於你現在 就是 現在很多玩具都 都 都不能拿出來 就是 在一個螢幕那裡 玩具是 那 但是我 有時候 我也不覺得一定是 最新的 科技 就是PS4 當然是 好玩 但是 以前那些 舊的遊戲 有時候都覺得 挺有趣 就是 其實 可能很多 尤其是女士不太明白 不知道 真的不要避難 為什麼要打遊戲 為了個分數 有什麼好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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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很聰明 不知道 有時候 你覺得 等於有些人 睡覺有什麼好玩 也會睡這麼多小時 總之你在那種遊戲裡面 你獲得一個樂趣 還有沒有緩密上次 沒有沉迷 對輕鬆一下 我覺得 OK 所以 有時候 我都不一定是 要打最新的 有時候 你拿回舊遊戲出來 都挺有趣的 最重要是 你玩的時候 你覺得 享受了 不要浪費到時間 玩的時間 都很重要 活在當下 就是投入去 我真的喜歡睡覺 我覺得很開心 睡了一覺 我又喜歡打了遊戲 很開心 認真的 那你不要問我 我不要問你 OK 今天我開心和黑勤 一起在玩具TV 聊了一會兒 有些心態 有些想法 最重要是 哪裏可以買個衣服 放心 隨緣 我們會幫你 答通哪裏 了解一下 如果 四五十塊買到一隻 就要買 難怪你說有些人要去睡覺 好 今次星期 多謝黑勤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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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